Hello 大家好 又是時候分享一些個人無聊的說話 近來最感觸的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的形勢比較混亂 實在沒有辦法預計會發生什麼事 出街我現在都有點害怕 可能有些下班啊 什麼時候啊都有點害怕 現在其實心裏面想移民 不過當然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做得到 心水其實就是 以前可能覺得 都沒有什麼所謂的去那個地方 其實現在就比較想去台灣 中華民國 因為覺得去那個地方 畢竟都是看得明白的文字 也都是一些 就是普通話也都聽得明白 雖然我說就不是那麼好 但是還有那個氣氛 個人都幾喜歡的 什麼香港人都很喜歡去台灣的 其實 那接下來應該都會有一段 都會過一過去旅行 看一看附近的環境啊 感受一下生活 再從長計議 畢竟有個家庭 那希望台灣當局不會把這個 香港人移民過去的標準提高 那如果不是都 就是多個選擇都很頻繁 那沒有辦法了 無聊的分享就這麼多先了 多謝大家 拜拜